雙式國慶大典登場 精彩的表演不斷 最受到瞩目的空中展演 由契努克直升機 吊掛巨幅的國旗揭開了序幕 黑鷹直升機一前一後護衛 伴隨著國歌歌聲 飛越總統府上空 畫面是振奮人心 另外 永鷹高校機 踩空中分裂式大雁隊形 高速衝場 最後則是由雷虎小組編隊 噴出了三色彩雁壓軸 為國慶大典畫下完美的句點 空軍雷虎小組 即將要來施放 藍白紅勝利採煙 採三角的隊形 即將由總統府管理台 後方進場 陣線大雁隊形 AT3教練機雷虎小組 噴出藍白紅三色彩煙 快速通過總統府上空 場面超壯觀 壓軸登場潮襲擊 陸軍航特部的運輸直升機 將吊掛巨幅國旗 飛越管理台 國慶大典 同樣眾所矚目的還有 氣努客直升機 吊掛巨幅國旗大幅開展 有兩架黑音直升機 一前一後護衛 組成國旗機隊 在現場映唱國歌歌聲中 磅礡進場 張崇豪中校將帶領遼機 以五機大雁的隊形飛越府前 國慶單位主題表演 正式展開之際 有因高級教練機 採大雁隊形空中分裂式 編隊衝場劃破天際 飛行員展現高超技巧 通過管理台震撼人心 更見證國機國造成果 雙城國慶空中展演超亮眼 不只為中華民國慶勝 同時大秀國軍金石戰力 記得綜合報導